蔡明亮导演最新电影《日子》 在柏林影展获泰迪熊奖 近日在台湾上映 蔡明亮亲自上街卖票 与影迷实际交流 是她作为电影人的习惯 这次蔡明亮在台大售票 却引发失言争议 蔡明亮也在自己脸书上 还原当时的情况 有四位不像学生的中年男女经过 蔡明亮便上前售票却遭到婉拒 虽然他们笑着也很有礼貌 但蔡明亮一心急对他们说 身为台湾人是不是应该 至少看一部侯笑醒或杨德昌的电影 至少看一部蔡明亮的电影 不然被人家问起来会不会有点丢脸 虽然蔡明亮有说她是开玩笑的 但这四位路人仍然没有买票 而蔡明亮在他们离开后 马上觉得自己说错话了 觉得丢脸的是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观影自由 并写下诚挚地向那四位朋友道歉 国际民导的自白 也让人感受到她对电影的真心